天地爱其所生所化之人物 特生圣天子 以主宰之 养育之 特生三教大圣人 以明其造化之理 尽其教化之法 善其万万世运会之契机 三教圣人 都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的真本质 就是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一个旋转的太极 都是道父得母所生 人的真本质 西游记金丹揭秘 主讲人韩金英 1961年生于北京 198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中国文化报记者 团结出版社编审 作家 画家 单道家 代表作 《生命禅》 《易经》中的生命密码 内在小孩 解道德经 孙悟空出世 道德艺术等 精通易道 传授金丹课程的灵魂工程师 创办道德经艺术馆 用油画揭示长生奥秘 描绘人体的先天世界 第六十八讲 有形之病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揭秘第六十八回 再尘出尘 上一回讲的是 这个猪八戒 拱开了千年的西世童 讲的是 人清理了历史的业因 这个元神所带来的 几千年的负面的垃圾 必须要清理了 否则的话 他藏在人的潜意识里 一个不干净的念头 他就会拽着你再去轮回 所以一定要把历史的垃圾清理掉 才能够保证人的性稳心清 人的这个意识心 这个心 他是清明的 他清明了以后 就是心清 这个就靠近人的本性 那朱子国的故事 这个朱子国 讲的就是现实 现实里大富大贵 你是不是不在这个现实里迷失 你把历史的垃圾清理掉了 如果你的现实 你继续在堆积垃圾 那就不行 所以要把这个现实 也要能够看清楚 才能够性稳心清 这个修行这条路 才能够很顺利地往前走 一 体解 行者接绑 为国王悬丝枕脉 讲的是金丹这一 精气神凝聚的 先天无形至宝 他至灵至圣 能治人这一世的病 更能解除 人的千年轮回之苦 第六十八回的题目是 朱子国 唐僧论前世 遵行者 施为三者公 这个唐僧就在和朱子国的国王 在讲他为什么 这个西天取经 他就从三皇五帝开始说起 这就讲说 这个 几千年的历史 国王 在享受荣华富贵 国人 在位 名利奔走 这就是俗人 的历史 和人生 他们是同一种嗜好 只是为后天 对为这个物质去活着 而他们的先天 他们的性命 几千年来 就是病入高荒的 因此这一灵真性 就在几千年的轮回 这个宋空呢 用很高明的医术 给这个重病的朱子国的国王 给他治病 他用的是悬丝枕脉 是用三根线 来给这个国王 诊病 这就比喻的人的精气神 合一 形成了 这个无形的金丹至宝 这个至宝 至灵至圣 他就是人的 投胎那口先天元气 也就是人的先佛圣 人本来的圣人 就是这个三合一的 这个本性之光 这个本性之光 不仅能够治这一世的病 还能够解除几千年的 轮回之苦 二 会同管 唐王不得真经 不能超度孽苦 国王不得良医 不能去其尘科 世不同理同 所以叫会同 两个国王 都是需要先天之真 解决性命之大事 第二 会同管 话表 三藏师徒 洗污垢之胡同 上逍遥之道路 光阴迅速 又直颜天 又到了夏天 他们就到了一个 一个城市外 然后这个孙悟空呢 就说唐僧不识字 说这个城头上 那个姓黄旗上 明明写的三个大字 你就为什么看不见呢 你为什么就不认得呢 三藏就说 说我怎么不认识呢 我读了这么多书 我怎么不认识呢 说这个 孙悟空就说 你认识你怎么看不见呢 那不就是 朱子国三个字吗 前面这一段对话 看来好像是 无关紧要的 实际上 实际上他就在讲 唐僧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之乡 他看不破 他不知道 这个朱子国的这种大富大贵 他只不过是一种 世间的一个富贵 这个富贵 对于你本性来说 他就是一个梦幻浩影 如果你看不透 你沉溺于这个 后天的这个 荣华富贵的享乐 你忘记了 人生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恢复本性之光 这个 后天是假 先天才是真 如果你忘记了 分不清楚真假 你就容易在现实里迷失 你又把本性这个 这个先天之真 你又把这个事又给忘了 前面这个孙悟空 在这个说这个唐僧 其实他就在讲的 不要忘记先天之真 要再成出成 然后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 叫惠同馆 就是这些 来的这些客人 一个歇脚的这么一个驿站 这个惠同呢 讲的就是不约而同 这个不约而同 不期而惠 这讲的说 李世民 派三藏来取经 讲的是说 如果唐王不得真经 就不能超度亡灵 出苦难 如果这个诸子国的国王 不得一个良医 他的这个多年成绩的病 就治不了 那么这个两个国王 他们都需要的什么呢 他们不是需要后天的荣华富贵 他们需要的是先天之真的解救 所以呢 在解决这个性命大事 这个问题上 这两个皇帝 他们是不约而同的 所以这个惠同馆 就在比喻这个 这个惠同馆 他就很有意思 这来的人呢 他不给人家饭吃 他给人一堆东西 让人自己做 然后说 他们来了 知道是 是西天取经路过这的 就招待他们了 就由管事的宋芝认来 乃是一盘白米 一盘白面 两把青菜 四块豆腐 两个面筋 一盘干笋 一盘木耳 说这个 西房里有干净 锅灶 柴火方便 请自去做饭 这个一般的旅馆 没有让人自己做饭 但是他既然说 让人自己做饭 他这实际上 就在讲金丹 说说 这个金丹啊 人人都有 都是在自己身上 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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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个 解决这个 先天性命 这个大事 这个此地 就是在解决 先天这个 性命之忧 所以这个事呢 你只有自己动手 因为这个东西 就长在你自己身上 人人都有 所以叫自己动手做饭 这时候呢 唐僧就出去了 去导放关门 就说你们在这里做饭 我先去办事 三 国王久病 几千年 争雄绝利的历史 终归于 唐王之一梦 说出 取大成经三藏 超度 涅苦升天 这才是 打破梦境 第三 国王久病 这唐僧就去了 到了这个五凤楼前 这个五凤呢 五呢 讲的就是五行 这个五行之气 合一 五行合一 就是金丹 金丹就含五行 然后这国王就说 说寡人久病 不曾登基 金上殿出网 朝一 就有高僧来过 所以呢 他又非常高兴 说本来呢 病了很久了 今天刚贴出告示去了 就有高僧上门来了 这个国王就 就很高兴的招待他 然后呢 他就看了这个 看了这个通关门谍 他就跟这个 跟这个唐僧就在聊天 说法师 你那大唐 几朝君政 几倍贤臣 乃至唐王 阴慎坐鸡回生 望你 招你远舍 山川囚经 这个唐僧呢 就给他说 说这个 说三皇治世 五帝分轮 然后就从三皇五帝 然后一直讲到唐代 高祖 讲到这个 燕家 当今市民 和清海燕 大德宽仁 自因长安长北 有个怪水龙神 苛典 甘雨 应该损身 夜间托梦 告王救哈 王眼准舍 早朝 贤臣 款留殿内 慢把齐轮 既当日武 那贤臣梦展 龙身 这讲这个 讲这个 这个过程哈 就是这个 魏征这个 梦展这个 这个 这个靖河老龙 就讲到这哈 这说 作为这个帝王 从三皇五帝 一直到李世民 讲这几千年的历史 几千年 曾雄角力的历史 终归于唐王 是一梦 这讲的就是 一灵真信 就在这个 这个梦中 在这个流转轮回 直到唐僧取经 取这个 大乘经三藏 人们终于觉醒了 对这个性命 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个大事 终于觉醒了 在为这个 在努力 这才叫 打破梦境 这个事成功了 这个几千年 像做梦一样的轮回 就可以 结束了 然后这个 柱子国的国王 就问 说法师 那贤臣是哪帮来者 三大大 就是我王 嫁前丞相 姓魏明争 他是天文之地里 便阴阳 乃安邦立国之 大宅福也 这讲的说 刚才讲的是国王 不管是哪一个 朝代的国王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 堂王一梦 这个 作为臣子 不管他有多高的本事 知天文 便阴阳 他这个神还能够通出去 还能够 用这个元神去斩这个 斩这个龙头 尽管他都有这样高的本事 也不过就是一梦 也就是一个 安邦定国之能的魏征 这个魏征 对于一灵真性来说 他就是一个假的证据 所以叫魏征 然后这个 唐僧就说 所以呢 就 遣瓶僧 远射道徒 寻求诸国 拜佛祖 去大乘经三藏 超度 灭苦 升天眼 那国王又 深淫 叹道 成乃是天朝大国 君政 臣贤 四个寡人 久病多时 并无一臣 成就 这讲说 这个唐朝呢 是这个国君 这个皇帝 很清明 很正 这个大臣呢 也很有本事 这就比较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 诸子国的国王 在这个唐僧 讲这个三皇 三皇五帝 这个历史的过程中 他也明白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只不过是一梦 那么这个真的悟了 悟了不行 悟了呢 就还要实践 所以就要 悟后起修 就是这个阴阳调和之道 所以就后边呢 就讲了 说这个 这个孙悟空他们 在这个会同馆里 准备做菜 但是呢 这个沙僧道 茶饭一煮 蔬菜不好安排 行者问道 如何 沙僧道 油盐酱素 巨无也 这个没有这个调料 没有这个调和 这讲的就是 阴是阴阳是阳 就讲普通人 他作为一个生命 出一种后天的状态 就是阴阳不调和 阴阳 两分离 这就是后天的状态 所以这个用这个 没有调和 来比喻 诸子国 来比喻这个 后天的人 他的阴和阳 是个性歧视的 然后行者暗笑道 沙僧好生煮饭 等我们去买调和来 就是叫着猪八戒 猪八戒是墓 纵空是金 他们两个拉着手 去买调 调料 讲的就是金墓同气 富畅富随 这个促进这个水火济济 促进这个阴阳调和 讲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内涵 所以他是借着生活的细节 在暗指这个金丹的内涵 他们在这个买调和喝的路上 孙悟空就看到了贴出来的 这个细文 招这个明医给国王治病 这个细文 这个孙悟空呢 就说 古人云行动有三分才气 早是不在馆中待坐 却此不必买神调和 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 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 好像孙悟空要做一个医生 孙悟空说做个医生耍耍 好像他好像是玩儿 但实际上呢 他这个玩儿呢 讲的就是元神 元神这个能量 可不是玩儿 他是非常认真的 他是说什么 这个能量就会发挥作用了 这个孙悟空呢 就用了一个神通 搓了 这个 碾了一搓土 往上洒去 念生 咒语 使个隐身法 轻轻地上前 接了往 又朝迅地上 吸口仙气吹来 那阵旋风起处 他却回身 进到八戒战处 他讲说他这个是他的神 这一口气 他是个虚的 这个风一吹 又把这神又给吹回来了 然后这猪八戒呢 正在那儿 好像困了在睡觉 然后孙悟空呢 就把这个 接下来的宝门呢 就给塞到这个 揣在这个猪八戒的怀里了 然后呢 他自己 就先走了 就去了这个会同馆 那这个细节的安排呢 讲的就是说 这个猪八戒这个戒 这个戒这个戒 这个戒这个木火 讲的就是这个 人心 如果你把这个 后天意识心 你把这个贪婪的 这个欲望 你把这个东西 能够借助的话 你的这个 先天才有可能恢复 就有这样的含义 四 恭敬光来 你去交纳国王 亲来请我 我有守道并处之功 讲的是 恭敬 真信是元神 元神 带先天一气 解决一切问题 第四 恭敬光来 这个元神呢 他是光 如果你不恭敬的话 这个 这个能量就 就不出来 所以他讲的是这个 恭敬讲的就是 这个能量 然后这些人呢 就就发现了 这个猪八戒的 怀里揣着这个绑纹 然后他们就 就纠缠了 他就不放 然后这个猪八戒 就不承认 就说我根本就 就没有 没有接这个绑纹 后来那味道 你怀中揣的是谁 带着雀才 低头看时 真的有一张字 展开一看 咬着牙骂道 那湖村 害杀我也 恨声便要扯破 早被众人招架道 你是死了 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 谁敢扯坏 你既揣在怀里 必有一国之首 快捅我去 这就拉拉扯扯的 就是来到了这个会同馆 这个宋空呢 早就到了 正在和这个 沙生在 再说说笑笑了 忽然看见这些人 这个扭着这个猪八戒来了 这宋空就说 就出面说 这招一把 尾是我接的 雇前我师弟引荐 既然你主有病 常言道 要不跟麦 病不逃医 你去叫那国王 亲来请我 我有守到病厨之功 那些人听了 都非常的惊骇 说要国王亲自来请我 这讲的就是说 这个恭敬 就是真信 真信就是原神 原神就带着先天一气 就带着这个能量 假如你不真信 这个能量 这个有能量的人 他想给你能量 因为你不信 就好像观上了一道文 他想给你能量 这个能量 你也得不到 所以说 恭敬 讲的就是这个诚恳 说这个真信 就是一个得到的前提 假如你自己不信的话 就是老天爷 再给你什么 你也接受不到 他讲这个功敬 和这个能量的这个关系 这时候呢 这国王就很高兴 就知道了 有人接了把门了 就问唐僧 你哪个徒弟 会治病呢 三藏道 实不瞒 陛下说 我那顽童巨士山野庸才 只会挑包背马 转见寻波 带领贫僧 登山社领 或者到 郡险之处 可以 扶摸秦怪 捉苦降龙而已 更无一个能知药性者 这个国王就说 说你这就太谦虚了 他如果没有这个本事 他怎么能够接我的榜文呢 而且呢 还让寡人 亲盈 一定有一国之能 然后就说 说这个 寡人身虚立确 不敢称勉 如等可替寡人 聚到朝外 敦请孙长老 看朕之病 如等见他 切不可轻蔓 称他做神僧 孙长老 皆以君臣之力相见 这个讲的说 国王虽然没有亲自来 但是国王的意思 已经通过别人带到了 也就是说 诚恳的心到了 一成 则信定 你这本性一定 本性的威力就会发挥 这个病呢 就能开始好了 可是很多人呢 长期的面临着心灵的麻烦 生理上的肉身的疾病的麻烦 这个根子就在于 意不成 不定 人的本性总是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这个 很长时间 这个麻烦都过不去 根子就在这 然后这些官员呢 就代替国王 就很大的阵势就来了 给这个猪八戒和 沙僧吓得呢 吓得都恨得不知道往哪里躲 但是呢 这个孙悟空呢 就大摇大摆的 根本就不大回事 把这暗地里怨恶到 这胡孙活活的折杀眼 怎么这许多官员礼拜 更不还你 也不湛江起来 然后呢 这个官员呢 就在说 上告 神僧孙长老 我等据 诸子国王之臣 金凤王旨 敬礼 节礼 参请神僧 入朝看病 这就非常的那个 那个恭敬 非常的那个 把这个好话都说到顶的 这种感觉 然后孙悟空 才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王如何不来 然后他们说 说这个国王病得很厉害 说让我们来代替他 然后呢 这个行者 正义而起 说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那我就来吧 就去吧 然后那个 这个 这个 猪八爹 就老怕 说一有事的时候 恐怕 把他们 这个连带上 说你可不要提我嘛 哈 这行者说 我不拍你 只要你两个与我收药 那个 沙松就问 收什么药呢 宋风就说 凡是送药来的 你就替我收下 你们俩就 就干这个 五千年不好 人不修道 追名逐利 不过是 鬼苦生涯 与死为五 生而病 病而死 生为病人 死为病鬼 万劫轮回 自然是千年不好 第五千年不好 这时候就入宫给国王看病 高卷株连 闪龙金凤幕 开金口预言 便问 哪一位是神僧孙长老 行者进前一步 立声到老孙便是 那国王听的声音凶狠 又见相貌刁端 虎得战兢兢 跌在龙床之上 慌得那女官内侍 急服入宫中 道虎杀寡人也 然后这些官就埋怨 这个宋宫中说 这和尚怎么这等粗鲁村疏 怎敢就 就善接吧 行者文言笑的 列位错怪了我也 若像这等烂人 你国王之病 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 就是他们开始呢 还有点那个恭敬 这一看那个国王责怪了 马上就 就很轻慢 就很瞧不起这个 宋宫 这宋宫就说了 说你这个病哪 一千人也不好 这讲的说 人如果不修道的话 只是这个 后天的 这个 追名逐利的这样的人生 后天是阴气 所以呢 这就叫 不过是 鬼哭生涯 与死为武 生而病 病而死 生为病人 死为病鬼 万劫轮回 何时了些 千年不好 万劫受病 所以这个千年不好 讲的就是这个 说你 为这个 后天的这些东西 再奔波一生 你先天的 这个纯阳之光 从你一开始 出生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被消耗 直到 全部被消耗完 所以呢 整个一生都是一个 阴气 这个纯阳能量 他是纯阳之气 人的不修道的人 整个一生和这个纯阳之气 是一个脱节的 是一个消耗的 而得了道的人 就是得了这个纯阳能量的人 这个纯阳能量 得到了 他就可以消耗 他就可以消耗这个阴气 所以修道和不修道 这完全是两种人生 然后那 那那那 那大传就问 说人生能有几多阳寿 就一千年 也还不好 行者道 他如今是个病君 死了是个病鬼 再转世也还是个病人 却不是一千年 也还不好 然后这个 这些大臣就说 你这个和尚 简直是无礼 简直是一派的胡言 叫胡柴 这些俗人 他就不懂 所以呢 这个宋空一看 说他们就不懂这个 算了吧 给他们说点 他们懂的 那就给他说 这个中医看病 说这个忘文问切 一大套的道理 正他们听懂了一点的 说 这和尚说的也有理 就是神仙看病 也须忘文问切 谨合着 神圣公小爷 然后就 传话去了 说这个 用忘文问切的办法 给国王看病 然后这个国王 就在龙床上 叫他去吧 寡人 见不得生人面了 然后就说 不行不行 我不看了 我见不了生人 还不够把我吓死的 然后行者道 若见不得生人面了 我会悬丝枕脉 然后呢 又传话去了 国王心中暗想到 寡人病了三年 未曾誓死 宣他进来 然后这个三年 有那么多的大夫来治病 没有一个 悬死准脉的 那这一次就不妨就试试吧 然后就宣传进来 这时候让他撞上这个唐僧 唐僧正在这个大殿上 就骂他 你这个破猴害了我也 行者笑道 好师父 我倒与你壮观 你反 说我害你 三战喝道 你跟我这几年 哪曾见你 医好谁来 你连药性也不知 医书也未读 怎么大胆 撞这个大祸 行者笑道 师父 你原来不晓得 我有几个草头方 能治大病 管情 医他好便是 就是医死了 也只问得个 庸医杀人罪名 也不该死 你怕怎的 不打紧不打紧 你且坐下 看我的理脉如何 长老又道 你哪曾见素问 难经 本草 脉绝 是神般张聚 怎生住戒 就这种 胡说散道 会什么 玄丝准脉 行者笑道 我有金丝在身 你不曾见哪 然后呢 孙悟空就 在尾巴上扒了三根毛 就变 变成什么 变成 每一条 三根绳子 每条各长 二丈四尺 按二十四气 托于手内 对唐僧说 这不是我的金线 这讲的说 这个毛变的 讲的是无形的 那这个二十四呢 讲的就是二十四节气 讲的就是天地自然能量 这个二十四节气 对应的七十二号 这暗示的就是开玄关 暗示的就是孙悟空 给的就是先天一气 给的就是人这个灵魂之光 给的就是这个光能量 说这个 说这个 对于治病来说 这个 即使是这个扁鹊 化陀 也没有 玄思振脉 但是呢 虽然扁鹊和化陀是神医 但是他们治的是肉身 治的是有形之病 他们也不能治这个 无形之病 治有形之病 治人的肉身的病 这是人道 但是 孙悟空 有形的无形的一气质 他这个治无形的病 他这是天道 这个二十四节气 讲的就是老天的能量 这个天道 人道 就是天壤之别 这个变的 说变成三颗丝 三条丝 讲的就是心系如丝 这个如丝 讲的是这个 虚空妙有 这个 以虚 会实 这个原神 自然带着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 就是这个本性之光 这个本性之光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然后呢 宋悟空呢 就进去给看病 这小说的 这一回的最后一句 正是那 心有秘方 能治国 内藏 妙觉 祝常生 就是宋悟空 他这个 用这个 无形的天地能量 用这个道光德能来治病 不仅可以治无形 还 治有形 还可以治无形 还可以让人长生 这个话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一集就讲这么多 下一集再见 这一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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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